第177章 再见猪雀 小院里一片安静 隔了很长时间后 七师姐忽然发出一声冷笑 只不过冷笑过后却没有说话 而是从手帕里挑出松子儿 剥皮儿 吹蟹 细细整理后递给榻旁的三师姐 二师兄微微醋眉看着她问道 小师妹 你笑什么 七师姐将松子扔进唇内 缓缓嚼了片刻 随意拍了拍双手柳眉微挑 毫无剧色影响她的目光 说道 二师兄真不会撒谎 那夜在崖顶开口骗龙庆皇子的人 又是谁 二师兄沉默片刻后 缓缓回答道 骗人和撒谎是一回事吗 哼 我说呀 拉倒吧 陈皮皮看着七师姐 没好气地说道 哎 二师兄的性情 大家谁不知道 他说不会撒谎 就不会撒谎 那天夜里我请他帮忙 缓龙庆一缓 说的话也不算虚假 你没见二师兄当时紧张成啥样了 面部表情倒是挺镇定 但树下那几块硬石头 全被他碾成了碎末 指望二师兄给宁缺增加信心 哼 那贼精贼精的家伙 一眼就能看穿 不管怎么算 怎么教 怎么搞 终究没有办法解决 小师弟最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他的雪山气海 只通了石窍 能够操控的天地元气 太微弱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老师和大师兄回家 用神庙手段 驻小师弟进入知命境界 也没有意义 因为他会是世间最弱的殖命 二师兄沉默片刻后 望向先前开口的四师兄说道 你和六师弟 先替他把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弄好 自身不行 便更要看重外物的帮助 九师兄忽然摇头说道 我说呀 干脆还是让小师弟跟着我和西门 学吹笑弄琴 将来离开书院后 也好有个谋生的手段 小师弟最近时常向我请教 格物之之 依我看 还是让他跟我学习 这样对他的心境有帮助 七师姐从窗台上抓起一把瓜子儿 低头挑着最饱满的瓜仁 微超说道 十一师弟跟着你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将来小师弟饿死了怎么办 十一师兄看着他认真解释道 小师姐 我乃是南方大富 日后师弟我必将继承一大笔家业 就算小师弟是个废人 我养他一辈子也没有问题的 帮助小师弟宁缺的会议开到此时 议题渐渐不知道偏到了哪个方向 室内主人七嘴八舌 出谋划策 热情讨论 激烈辩论 深切关心小师弟日后的谋生问题 纷纷表示自己可以负责小师弟的人生 全权同门情谊竟是把他们自己都感动了起来 我说师兄师姐们 你们会不会想的太多了 陈皮皮望着屋内嗑瓜子喝清茶 开茶话会的人们揉了揉后脑勺 苦闷地说道 宁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们都清楚 他虽然在修行方面有些白痴 但绝对不是真的白痴 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 自从他进了后山 我们所有人都在围着他转 像这样的人 哪里还需要我们替他操这么多心 我敢说全天下的人都死光了 包括屋内的我们都死光了 他也不会死 更何况还是饿死 听着这话 书院二层楼珠子都挣住了 想起这些日子的经历 脸上的神情变得极为精彩 背宫卫阳轻摩动霄 皱眉说道 哎 说来也是 小师弟想听曲的时候 就钻进林子里把我们两个揪着奏一曲 不想听的时候就坚决不听 我怎么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卖唱的 五师兄轻拍大腿 腰头感慨说道 对 他说下棋就下棋 明明我和八师弟刚进中盘 他就敢来插一手 还非得让我们抑着脾气指点 不然他就真敢把棋子扔了 在小师弟面前 我们就是两个乡村骑射 不入流的黑白骑教师罢了 六师兄看着若有所思的众人 憨厚一笑说道 宁缺带我倒不错 虽然经常有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但他时常帮我打铁 挑水 省了我不少事 二师兄望着痛诉血泪史的诸位师弟 眉梢微条说道 宁缺是我们最小的师弟 你们这些做师兄的照顾他 理所当然 这些事情有什么好说的 听着二师兄的训诫 看着他严肃的神情 室内诸人同时心头一领 纷纷低头应试 就连先前一直表现得很随意散漫的七师姐 也愣愣地把瓜子放回窗台上 虽然我很瞧不起颜色 游戏人间的心态 但我必须承认 身为浩天南门供奉的他 确实是世间超一流 甚至可以说是最强大的神服师 比世人想象的还要强大 二师兄眼帘微垂 望着身前某处沉默片刻后 继续沉声说道 既然小师弟天资如此 只适合走福道的路子 那日后还是让他多跟着颜色学习吧 屋内一片安静 七师姐抬起头来 眉间微醋说道 但小师弟毕竟是我书院二层楼的人 现在算来是老师的关门弟子 结果一身修为居然全部是外人教的 这传出去哪里像话 就算我们不惧世间闲话 可老师和大师兄回来后 会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感到失望 不知道夫子带着大弟子结束游历回到书院 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多了个 只有不惑境界 修行资质极差的关门弟子 而这弟子唯一拿得出手的本事 还是跟着浩天道学的福道手段后 会不会感到深刻的失望 反正宁缺没有什么失望的情绪 虽然浩然健依然练得像学眼狗屎断结隐臭 但他的心态已经调整得极好 而且这些日子除了在书院后山学习 隔上数日便会随颜色大师周游长安城 以一种轻松而别有意趣的方式 接近符文大道 在天启十四年春末夏初的那些日子里 长安城的居民经常能够看到 一个浑身肮脏到极点的老道人 带着一个衣着朴素 却干净到了极点的少年四处闲逛 老道人带着少年穿街走向 去看那些传承数百年的古旧破烂建筑 去各个小酒馆饮酒 偶尝去最廉价的开门几乎过夜 更多的时候则是去看那些游人必去的风景 走过春风亭那片修缩一心的街区时 颜色满怀感慨地说道 哎 心则心已 原有的那些意味 却境界丧失 好在还有这间亭子 你看那亭炎的曲线 美不美 宁缺走在曾经厮杀一夜的街巷间 望向街角处的古旧春风亭有些失神 听到师父的话后才醒了过来 认真看着亭延上方微微凸起的四道线 品味良久后疑惑问道 嗯 说不出来有什么美 只觉得看着很协调 乌瓦香蕉之处向下微线 然后翘起 很顺滑 那是走雨线 颜色大师指着颜线说道 雨水落在乌瓦之上 顺着瓦片叠加处 向下流淌 并没有经过走雨线 但雨线的形状 却按服雨落激滑之势 所以你会觉得顺滑 师父 亭延走雨线能说明什么 这亭子应该是多年之前修的 那些工匠想来不可能是浮尸 难道他们也能体会天地元气的规律 什么是规律 规律就是事物运行的一定之规 那些造春风亭的工匠 或许没有掌握天地元气运行的规律 但无数代建造语言的知识传承下来 里面确实隐藏着某种智慧 颜色大师带着他向亭子走去 说道 雨水落下来会怎样行走 为什么会这样行走 柱亭的工匠不知道 或许他们的祖师爷也只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而不知道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类向天地学习的第一步 永远都是在模仿 模仿的多了 便会像这道语言一般 自然提出其中最简单的道理 也就是那根线条的起伏形状 走到春风亭下 颜色大师转过身来 看着宁缺说道 修行福道的第一步 便在于模仿 我让你看前弦留下来的符文点击 我让你仔细感悟天地元气间的细微差别 和工匠们多年间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极为相似 只不过他们是下意识所为 而且要好去数代人的时间 你却要主动去掌握体会 并且这个时间要越少越好 看完春风亭 师徒二人便离开街巷 顺着那座大院旁的灰墙 向远处走去 脚踩在微有凸起的青石板道上 看着脚旁不远处缠缠流着的水 宁却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个雨夜 这道水沟曾经被鲜血染红 而这些青石板道上堆满了残缺的尸体 灰墙后方便是朝小树的府院 宁却抬头望去 只见院内青树眼线 偶有人声传来 心想不知道朝小树的家人 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而他又去了哪里呢 似乎猜到他心中在想些什么 傅秀走在前方的颜色大师 微微一笑问道 朝小树观平湖 耳入之命 这等悟性机缘 实属罕见 即便以朝小树之才智 如果不是被陛下强行摁住 在长安城的黑夜泥地中多年 想来也不可能一朝迸发出 如此灿烂的光彩 这是宁却第一次知道 朝小树是知命境界的大修行者 他想着那天雨夜 跟着那个中年人身后浴血厮杀的场景画面 眉梢忍不住微微挑了起来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壮阔的感觉 你应该看过朝小树的剑术 是的 是否 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 很快 像闪电一样 宁却想起书院后山湖畔那把飞得歪歪扭扭的木剑 感到十分的羞愧 颜色大师微笑看着他说道 还有别的吗 宁却想起一件事 但他舔了舔嘴唇后没有说出来 因为颜色虽然是他福道上的师傅 但那件事情极有可能是朝小树 压箱底的保命本事 这种事情对谁都不应该说 哈哈哈哈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重情 重义之人啊 颜色大师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宁却笑了笑回答道 朝大哥带我不错 离开长安城后 还想着我的生计问题 每个月留给我一大笔银子 就算情意不重 银子堆在一起也够重了 朝小树一见话五 这件事情不用你说 如果我也知道 我提起此事只是想告诉你 那五块剑片若流星一般 笼罩他深周街巷时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是他的本命剑 为什么分成五街之后 依然能够如此的听他使欢 这个问题 宁却真的没有想过 去年春天 那场血战之后没有去思考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 根本不懂什么是修行 后来之所以没有去思考 则是因为完全没有想到 这其中的问题 直至此时 贝离春风亭乡大街走去 忽然听到师父的这声问 他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颜色大师并不是那些 喜欢用各式各样问题 难为自己学生 继而从中获得极大学识 优越感和虚荣感 以及施虐快感的老师 看了一眼宁缺皱眉苦思的模样 直接解释道 朝小树本命剑分为五把小剑 这五把小剑之间的联系互斗 靠的是一种阵法 而以前我便对你说过 但凡阵法 其实都可以看成 是一种变形的福 一种更加依赖材料的大福 道家的剑爵是福 佛宗的手印是福 而这两种福 均是不定式 至于将军摆战盔甲上的文式 虽然是片段居多 但也是福 只不过这种福是定式 宁缺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苦笑说道 师父 我知道您是世间最强大的神福师 我知道每个福师都应该对福道 有发自内心最深最真挚的感情和热爱 只是如果像您这样说 那岂不是世间一切修行法 最后都可以归到福上去 这种说法实在是太 那个啥了些吧 颜色大师停下脚步 回头疑惑问道 太那个啥 宁缺犹豫片刻后 压低声音说道 太自恋了些吧 啊哈哈哈哈 颜色大师哈哈大笑起来 引起街巷中行人纷纷侧目一望 笑声渐歇 他看着宁缺沉默片刻后 认真说道 修行 手中心性 在于 敢想 敢认 长路漫漫 你若不相信自己 能够走到最后 你怎么迈过修行路上 那些艰难崎岖的险风 越优秀的修行者 越自信 而最优秀的那些修行者 必然自信到极夸张的境界 大概 大概也就是你说的 自恋 宁缺微微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想要付菲师傅说的这句话是歪理 可仔细琢磨 却又觉得这些话极有道理 尤其是联想到书院二师兄和陈皮皮 这两个极端自恋骄傲的家伙 离开春风亭 从东城 经由善莫坊 师徒二人来到一片开阔大道上 不远处 雨林军正骑着骏马巡逻 街上的行人少了很多 青树青河之盼 环境一片清幽 不远处 那座巍峨皇城 肉眼清晰可见 甚至仿佛能够看到 珠墙之上被风雨冲洗出来的 些微痕迹 颜色大师全然没有受到 此地庄严肃木气息的影响 依旧付着双袖 踏着旧鞋 慢悠悠地在街上晃荡着 根本不在意那些 雨林军骑士投来的警惕和验证的目光 宁却强忍笑意跟在他身后 忽然想起先前那番对话里 有关盔甲符文的部分 又想起去年在旅途中 吕清晨老人的某些介绍 向前起步走到颜色大师身旁 用极恭敬极温顺的语气说道 师傅 我想向您求道福 颜色回过头来问道 求福 你家出了什么事了 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被压了床 宁却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觉得非常无力 颜色大师三脚眼机器 猥琐地眯了起来 说道 嘿嘿 开个玩笑 宁却叹了口气 认真说道 我想在自己的刀上刻一道符 颜色大师私存片刻后 摇了摇头说道 有些符文确实可以离开服饰单独使用 比如传输 比如盔甲 比如武器 这种克服手段并不少见 但终究只是末道 不够精准 威力也不会太大 所谓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如果是你的贴身兵器 还是你将来自己留福为好 那不知道要哪年哪月才能得偿所愿 颜色大师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说道 我坚信你在福道上的天资 现如今只不过是你还没能看透那层窗纸 慢慢感悟下去你就会发现希望总在前面 你仔细看那边 那边是什么 你自己看 师傅 我只看到了很多树 树后面呢 树后面是天 哎呀 我要你看的不是这些东西 师傅 你不会是非要我说看到了希望吧 我还真说不出来这么酸的话 哎 师傅 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其实吧 依我看来 以您游戏人间看红粉如白骨 却偏要去摸两把的绝顶气质 扮演心灵导师这种角色实在是不合适 明确 是师傅 你再继续说下去 我就用草字符 让你一辈子看不到东西 师傅二人的前面看不到希望 只能看到皇城脚下青林中的一片道观 颜色大师没有带宁缺进南门观 因为二人是私人师傅关系 宁缺毕竟是书院学生 与浩天道走的太近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非常不合适的事情 我让你看的是南门观 光明殿的 那道飞檐 因为前面那番对话 颜色大师的脸色很难看 语气很生硬 宁缺一眼举目望去 只见灰墙青树后方 隐隐可以看到道观正殿 身在湛蓝天空里的那道飞檐 师傅 为什么要我看这道飞檐 再次体悟历代工匠 从雨水之势中 下意识总结出来的规律 看看春风亭也就够了 难道要永远看下去 我们这些天在长安城里 看了很多古寺古冠 旧庭小桥流水人家 再看下去 我担心长安府 会怀疑我们是老少 飞贼二人组 我曹子夫 师傅 师傅 我错了 颜色大师半想后才压抑住心头的愤怒 指着道观深处那道飞檐 脸色铁青地说道 这次让你看的不是飞檐 而是飞檐上面蹲着的那些盐兽 你释放念力去感触 看看有什么 宁缺的神情顿时认真起来 沉默片刻后缓缓释放出念力 隔空摇出那几吨半吨在飞檐之上的实质盐兽 盐兽的存在通过天地元气反馈 入念力支撑的石海之中 显得非常清晰 然而就在下一刻 那些盐兽仿似活过来一般 他甚至能看到他们的目光 他的心跳开始逐渐加快 呼吸变得越来越沉重 而石海与视线之间的那些盐兽 则是越来越清晰 传来的微压越来越重 直接让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身体无比僵硬 盐色大师站在他身旁 看着他的反应并不担心 反而心情平静而微感喜悦 宁缺对盐兽的反应如此敏感 稍微冲淡了一些先前被调侃后的恼怒 宁缺摇了摇头 从先前那种状态中摆脱出来 抬起双手揉了揉眼睛 望向盐色大师说道 师父 我感受到了 我也明白了 颜色大师微微醋眉 似乎是没有想到宁缺 居然能够自行从盐兽 微压之中摆脱出来 宁缺看了一眼远方 重新变得小起来的盐兽 说道 师父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这些实质的盐兽也是福 是由神佛师赋予其力量 与近乎强大生命的微压 不错 我现在更疑惑的是 为什么你第一次接触盐兽 居然毫不慌张 宁缺望向他 沉默片刻后诚实回答道 我以前接触过盐兽 颜色大师白眉微调 问道 哦 什么时候 在哪里 宁缺说道 去年春天 在皇宫里 马车过洗衣局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宫殿眼角上的盐兽 便忽然觉得他们活了起来 当时我特别难受 颜色大师沉默了很长时间 忽然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目光里充满了温和的赞赏意味 听你说话 看你行事 我总觉得 你这个小家伙的性情心境 真的不太适合修行浮道 我甚至有些 我甚至有些以为自己是不是被你的那张变迁纸给悟导了 看错了什么 老道人作为世间超一流的神父师 非常清楚一个没有接触过修行的少年居然能够天生感悟到严寿的威亚 这代表着他在辅导方面具有怎样的天资 我很欣慰 你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资质与能力 宁却笑着说道 师父 资质与能力就在身体里 不需要证明 其实它也是一直存在的 哈哈哈哈 今天你说了很多废话 但就这句话算是有道理 颜色大师笑了起来 然后继续关切地问道 上次在皇城洗衣局里 是你第一次感触到严寿的威亚 宁却因为这个问题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他想起去年春天那一日 自己和桑桑撑着大黑伞 站在笔直宽敞的大街上 站在朦胧的细雨中 然后被那幅在大道中央的朱雀会像 镇压成两尊雕像的往事 过了很长时间后 他抬起头来 看着颜色大师说道 其实更早一些在朱雀大街上 那幅石雕的朱雀会像 也给过我相同的感觉 但我不知道朱雀会像算是什么 颜色大师听着他的回答 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 忽然开口说道 想不想再去看看那只朱雀 宁缺当然不想去看 这和那只朱雀刻在石头里 没有神韵 纯粹假货 没有任何关系 他只是对那幅石道上的朱雀 会像下意识力极为抵触恐惧 可能是他去年春日 被大道中央那幅朱雀渗出的 肃杀骨翼下的太厉害 或许是他潜意识里 还记得去年夏闷夜 逃亡到大街上后 那段濒临死亡的遭遇 总之他内心深处 那抹阴影浓郁的无以复加 然而 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很清楚 老师每次问学生 想不想做什么事的时候 其实只是需要做出一个 尊重你意愿的态度 而事实上 老师绝对不会想听到你 除了肯定之外的任何答案 所以当颜色大师发话之后 他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想去 师徒二人从皇城脚下 一路沿着笔直宽敞的 朱雀大道向南行走 仿佛蹲在一根灰褐色 绣着绿花边的缎带上 从长安城这个巨人的头颅 走到了胸口 看着大道中央雕汇在石板上的 朱雀会像 宁缺觉得自己的嘴有些发干 双手下意识里收紧了袖口 握得很紧 身体感觉有些僵硬 朱雀会像 一如既往的庄严清丽 双翼并未完全展开 只是将阵未阵之时 而 两个不怒而微的毛子 刁得极好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 都会觉得他在盯着你 这是大唐各郡子民来到长安城后必看的景点 而朱雀会像的那两双眼睛 也是所有游客们津津乐道的奇妙之处 站在衣室各异的人群之中 看着中间那幅朱雀会像 或许是周遭环境嘈杂 人气蓬勃的关系 宁缺心中的警戒恐惧 感到微微退去了一些 然而 他的身体依然僵硬 手脚依然冰冷 因为他总觉得 这双一只冷漠盯着自己的毛子 和雕师们的记忆手法无关 这双毛子仿佛在告诉他 这只经历千年风雨的朱雀 是活的 感谢观看